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道之約,輪到另一個出來辯駁,所以司馬公沒有說,這是個群臣大會,變法之前的群臣大會, 雙央在這裏是以一敵白,是爭贏了他們,利不白,如果沒有一百點利益,不變法就不要變法, 供不實,如果不是有十點的益處,不逆器,不會改變了使用的工具, 發股無過,根據古代照做, 起碼你不會錯,秦禮無邪, 跟著禮來做,起碼不會走歪路,如果你一變, 就可以完全錯了,可以走歪路,為央陽, 變國不發股,如果要一個國家有利, 是不會跟古,故湯姆不秦古而王, 湯姆有沒有跟古代,而他們稱王, 夏恩不逆禮而亡,到了夏代恩代末期,他們沒有變禮, 就一樣亡了,反古者不可非, 而秦禮者不足多,不根據古代的反古者, 這個真理是不可以推翻,因為時代不平改變, 怎麼可以完全跟古代的東西,而秦禮者, 如果只是跟傳統這樣做的人,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孝公若善, 是對的,辯論贏了, 以惠央為左樹長,左樹長不是一個很高級的職位, 秦代的卓惠二十,左樹長排第十, 作定變法之令,於是就下定了這個變法令, 這個變法令是怎樣呢, 令民為十五,把人民五加十加 編成一個戶口, 而雙木師連坐, 木是什麼呢, 木就是放羊的就是木,放羊你要看著他, 這五加十加人是互相監視, 雙木師連坐,一個有錯, 其他人全部要責罰, 不告奸者腰斬,知道你那些隔離左右有人作奸犯科, 而你不告發他,是會被腰斬的, 告奸者告發他, 與斬敵手同掌,以及打仗斬頭回來是一樣的功勞, 匿奸者如果收藏那些犯法的人, 與行敵同罪,等於投降敵人, 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二者, 配其父,這個小生, 即是如果有兩個兒子不分家的人, 不分開住,分開住, 其實第一,不分開住,有些稅是逐加人收的, 你不分開住那一刻, 就交少稅, 但是分開住就鼓勵你, 就會給你多些田去生產,你的生產力就會強一點, 你明白嗎,因為每個人都有些田, 分開的生產力就會強一點, 如果你不分開,那些是受DSD, 雙重印花稅,等於是辣椒, 即是你不分開,幾個人住在一家, 那些是稅,就是受雙重的田稅, 有軍工者,打仗有功勞, 惡意卒壽上著, 以你所做的功勞而得到著位, 為師鬥者,如果師志去打架, 沒有鬥,國以輕重被披刑, 當然看你打雙人, 雙人十七,雙人十九, 還是五殺, 有不同的輕重來判刑罰, 大小六曆本業, 全國無論大小,都要全力去做本業, 就是耕田織布, 耕織至宿伯多者, 如果你有耕田織布厲害, 你種出來的谷米, 以及你織出來的伯, 是很多的話,織伏其身, 可以反而免你的稅, 免了你的稅,尤其是免了你的丁易, 你不用去奴役, 伯其身是, 因為每年有一段時間, 秦國人都要當兵, 或者做公共服務, 就是去興建的, 你這麼聰明就獎勵, 你就不用去, 你家裡就耕多點田, 做多點事, 事末利, 經常去做生意, 想發達,投機的人, 及妥而貧者, 又懶又窮的人, 舉以為收腦,要坐牢, 懶的人要坐牢, 這個就是海耶克學派的人就會贊成, 中室非有功論, 如果中室, 你是中室, 血統上是中室, 但是你沒有軍功, 不得為贖席, 不可以列入皇家的血統, 那本寶裡面, 皇家的血統, 有兩樣東西決定, 第一,你是有皇家的血統, 沒有當然不行, 第二,你有軍功, 一定要立軍功, 這個現在行, 大家看到英國皇室經常去當兵, 明尊碑, 著日等級, 將尊碑,著日分得很清楚, 國以叉賜,明田澤, 不同的尊碑,著日, 都會派一些田給他, 根據他的著位等級, 來派適當的田給他, 神妾衣服以加持, 他家裡可以有多少奴隸, 有多少女人幫你做事, 神妾,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穿什麼質地的衣服, 都是根據這些, 你定了你的著位, 尊碑, 來規定, 譬如說, 去到明朝也是, 商人是不能夠衣感的, 不能夠穿這個籌段的, 有些顏色也不能夠穿, 有些服裝也不能夠穿, 其實是要這樣來分開貴族尊碑, 有公者顯榮, 於是有公者一出來, 他穿的衣服都不同, 你看他是不是很光榮, 無公者衰富, 無公的人雖然有錢, 無所分華, 是沒有東西可以派給人看, 無所分華, 不可以威給別人看, 就是這樣,